San Atlas,这颗来自星际深处的神秘天体,正在彻底颠覆我们以往对彗星的理解和想象,为传统天文学理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思考。 在我们遥远的太空领域,一场非同寻常的宇宙事件正在静悄悄地上演。 它可能会改写科学课本中关于彗星与星际物体的所有章节。 名为San Atlas的这颗星际航客,正奇异地释放出一种地球上只能在高端工业工厂中制造的金属合金。 这种化合物此前从未在自然环境中被观测到,它的出现令科学界一片哗然。 不仅是地面望远镜,就连哈勃与韦伯这两台人类最强的太空观测工具也发现。 这颗天体竟向太阳喷射出一股不寻常的物质喷流。 这种行为完全违背了我们对传统彗星运动和喷发模式的理解。 这些令人震惊的新发现迅速引发了学术界热烈的争论。 关于它到底是自然奇迹还是其他文明的遗迹? 它的成分和起源变成了天文学界最炙手可热的话题。 在本期内容中,我们将一书里这颗星级物体所揭示的最新数据。 探讨这些发现为何意义重大, 并展望后续的观测可能为我们揭开哪些尚未解答的谜团。 下面,我们即将启程进入这个充满未知与惊奇的宇宙故事。 一探究竟San Atlas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 2025年7月,全球多支天文团队几乎同时观测到一个陌生天体。 它以典型的双曲线轨道高速穿越太阳系。 这意味着它并非来自我们本星级, 而是穿越星级空间而来,注定一去不返。 短短几周内, 这颗天体就因其远超寻常彗星的体积, 释放出的罕见化学物质以及无法用现有模型解释的动态行为, 成为全球天文台重点追踪的研究对象。 到了2025年8月, 位于夏威夷的凯克天文台捕捉到一组前所未有的光谱数据, 揭示了这种星级物体正在释放出一种在太空中从未有记录的化学物质, 引发轰动。 科学家惊讶地发现, San Atlas正以每秒约4克的速率稳定喷发出镊元素。 但奇怪的是, 铁元素的踪迹却完全缺席。 这种镊铁分离的现象在天体中极为罕见, 几乎闻所未闻。 对比过去几十年对传统彗星的观测数据, 几乎所有彗星、中铁和镊的含量比例都极为接近。 因此, San Atlas的这种偏镊行为不仅打破常规, 更让研究人员重新审视彗星内部的形成机制。 通过高精度的光谱分析, 研究人员确认这种释放出的镊并非以简单元素形态存在, 而是以四汤基镊的形式出现。 这是一种高度精炼的金属有机化合物。 在地球上旨在如航空航天、 纳米图层或先进冶金实验室等高技术领域才会被制造和使用。 从未有记录表明, 自然天体可以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生成或释放出四汤基镊。 这使得科学界陷入思考, 这是大自然的一次极端巧合, 还是暗藏更深层的机制或智慧。 而就在科学家们还在忙于分析其化学成分时, San Atlas又带来了第二个谜团。 它的活动轨迹和喷流方向又一次打破常规, 引发新一轮关注。 不同于我们在夜空中熟悉的那种拓着长长尾巴的彗星。 San Atlas并没有形成清晰的彗位结构。 这本应是最基本的彗星特征之一。 令人意外的是, 这颗天体竟然逆着场底, 将一股高速喷出的物质直接对准太阳方向喷射出去。 仿佛在挑战我们对太阳风影响下气体流动规律的理解。 通过多台望远镜从不同角度观测证实。 这种喷射方向并不是由于地球视角的错觉造成, 而是确确实实地朝着太阳发射物质。 这种行为在天文学中几乎是空前的。 来自地面和太空的观测仪器, 包括红外、紫外与偏振探测系统, 纷纷证实了这一喷流方向无误。 令科学家们不得不重新检视太阳引力与彗星物理作用的基本假设。 研究进一步揭示, 这一喷流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碳与水蒸气, 其中还架杂着少量氢化物和涅化合物。 奇怪的是,依然没有检测到铁元素。 这种无铁状态已连续在多个分析中出现, 加剧了其不寻常化学组成的神秘感。 更令人困惑的是, San-Alas的喷流中二氧化碳与水的比例高达8比1。 这个数值几乎是以往在彗星中观测到的极限值之一, 远远超出了标准彗星中常见的1比1或2比1比例, 暗示着它可能形成于极端寒冷、化学环境独特的区域。 进一步的偏振观测揭示出极强的负极化效应。 也就是说, San-Alas反射光的方式大大偏离了我们对传统彗星尘埃的理解。 这表明其表面颗粒结构极为细腻, 甚至可能呈现飞行态。 与我们已知, 彗星表面完全不同。 NAS的火星勘测轨道飞行器搭载的HIRSE高分辨率摄像头, 在10月初下方与San-Alas轨道接近, 趁机捕捉到一系列近距离图像。 科学家们希望这些珍贵的数据能揭示喷流结构的经济变化。 甚至可能看清该天体表面的地质特征。 然而, 由于美国政府当时陷入关门状态, NASA部分研究工作被迫暂停。 这些关键图像的分析与公开时间也因此延后, 让全球科学家们只能焦急等待数据的最终放出。 正是由于这些令人瞠目结舌的化学组成, 光学反射特性和物理行为的反常。 San-Alas已被公认为是近代天文学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星际天体之一。 它不仅是观测目标, 更成为理论挑战的焦点。 科学争议的中心, 毫无疑问就是那令人难以解释的四汤基涅的存在。 这种本因只在人类工业炼制中才诞生的化合物, 如今却天然地存在于一颗星际来颗之中。 在过去对其他星体的观测中, 从未有证据表明类似的化合物能在宇宙常见的高辐射, 及低温环境中自然生成。 这更让它的存在显得不可思议。 为了理解这一异常现象, 天体化学家不得不重新建构星际物体在漫长时间内 如何经历高能辐射、温差变化和物质在分布的演化路径, 重新评估过去几十年来建立的星际物质演化理论。 目前主流观点仍倾向认为, 三阿阿拉斯是一种在极端环境中自然形成的特殊天体, 可能源自一个化学组成与我们太阳系大相径庭的母星系。 有理论认为, 它诞生于母恒星系中的二氧化碳冰线区域, 一个距离恒星刚好使得二氧化碳冻结, 而其他元素尚未冷凝的临界地带。 在那里, 镍可能比铁更容易进入气化或迁移状态, 形成了这种极端偏涅的结构。 经过漫长的宇宙旅程, 来自星际空间的高能辐射可能逐渐剥离其外壳物质, 其中也因为更易形成挥发性化合物被优先释放, 而密度更大的铁则残留于核心。 这种选择性分离或许正是我们观测结果的根源。 换句话说, 如果考虑太阳加热作用激发了某种罕见的分子反应链, 那么四汤基涅的产生也许并非完全不可思议。 只是迄今为止, 我们尚未在其他天体上观测到类似的自然机制。 不过, 知名的医学者, 哈佛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阿维·勒布, 提出了一个更具争议但也更引人深思的解释, 彻底撼动了自然派的思路。 勒布指出, 将三埃勒斯那种精确朝向太阳的潘流, 具备工业特征的金属化合物释放, 以及其异常平滑的轨道整合起来看, 实在很难用自然形成四个字来解释得通。 因此, 勒布大胆推测, 这种精炼金属合金可能是一种技术签名, 即外星技术产物遗留在太空中的证据, 它或许代表着某种非自然的智慧活动。 然而, 尽管这一理论令人振奋, 大多数科研人员依旧保持高度谨慎。 毕竟, 在没有实证支持下, 任何外星智慧的推论都必须经得起最严苛的科学验证, 正如科学界常言, 非凡的主张必须有非凡的证据。 当前的数据虽然足够惊人, 但尚不足以推翻自然解释的主流立场。 多个天体物理研究小组已在实验室中模拟星际环境和太阳辐射条件, 试图重建类似化学反应路径, 验证是否真能在无技术干预的条件下形成四汤基涅或其他技术痕迹。 而那道逆向直射太阳的喷流, 不仅没有被解释, 反而给这个谜团有蒙上了一层更加复杂的面纱。 在通常情况下, 彗星在靠近太阳时, 会被太阳风猛烈吹拂, 形成一条长长的彗围, 朝着远离太阳的方向延展。 这是数百年来天文学界公认的基本物理规律。 然而, 三艾勒斯的行为却反其道而行之, 它竟然逆着太阳风的方向, 将气体和威力直接朝向太阳发射, 就像在宇宙风暴中逆风飞翔, 挑战了我们对太阳风与彗星交互作用的基本认知。 而且, 经过多角度确认, 这种喷流方向并非由地球观测位置造成的视角无差。 科学家们猜测, 喷射出的物质可能具有特殊的力进或密度, 从而在与太阳风交互时展现出不同寻常的动力学反应。 这一点也得到了偏振光观测数据的支持。 数据显示, 三艾勒斯表面覆盖着极其细小, 可能高度致密的尘埃颗粒。 其结构与我们熟知的松散, 多孔形彗星尘埃截然不同。 这可能是其喷流行为异常的关键线索。 这种异于常规的威力结构, 可能极大的影响喷射物质与太阳辐射之间的能量交换方式, 从而产生我们所观测到的逆流现象。 科学家们正在用数值模型进一步验证这种机制的可能性, 无论最终是自然化学器官还是其他形式的异常机制。 三埃勒斯的种种特征已经迫使天文学界重新定义星际物体的正常范围。 它就像一颗闯入课堂的一类学生, 颠覆了所有教科书里的规则。 不论它最终被证实是极端但自然的化学产物, 还是暗藏其他更复杂的因素。 它的存在都迫使科学家们跳出就有框架, 建立起根据包容性的模型来解释其非典型的行为模式。 事实上, 三埃勒斯所引发的科学思考已经远远超出了它本身。 它带来的启示有可能重塑我们对于整个宇宙物质结构与演化路径的基本认知。 在行星科学领域, 三埃勒斯被视为一个难得的星际样本仓。 它将来自另一个恒星系统的原始物质直接带入我们的视野。 而这些物质的组成, 尤其是那种削铁偏捏的金属分布, 与我们此前建立的行星形成模型存在明显偏差。 挑战了我们对重金属在行星胚胎阶段分化机制的认知。 一旦这些发现被记忆不证实, 那它们可能说明其他恒星系统在形成初期的温度分布曲线, 或是内部元素迁移机制。 与太阳系的发展轨迹截然不同, 也意味着地球标准并非宇宙通用法则, 而这一切似乎并非个案, 反而可能成为一个更大趋势的一部分。 我们对星际来客的认知, 正逐步呈现出前所未见的复杂与多样性。 回顾过去数年我们接触过的每一个星际方客, 从奥默默到鲍里索夫, 再到如今的三Atlas, 它们的轨迹、外形、化学成分和喷发模式都各有不同, 几乎没有两个是重复样式。 比如2017年引起轰动的奥默默, 它不仅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会为, 还表现出无法用万有引力解释的微妙加速现象。 这种非重力运动令人摸不着头脑, 至今没有确切结论。 而2019年现身的鲍里索夫 则看起来乖巧得多, 它几乎是彗星教科书里的标准范例, 拥有清晰的尾巴和常规的轨道, 就像是宇宙故意安排来安抚科学家的那一位正常样本。 相比之下, 三Atlas则集合了所有异常特征于一身, 它不仅质量庞大,构成罕见, 而且运动轨迹也违背了许多传统动力学预测, 简直就像是宇宙中一块外来拼图,格格不入。 这种星际天体的性格百变 说明了一个重要事实, 宇宙深处并不存在同一模板, 每一个星际访客都像是携带奇母星系基因密码的使者, 让我们窥见银河系甚至宇宙中各自独立演化的可能性。 三Atlas的到访也为观测策略敲响了警钟, 一旦发现潜在的星际天体, 就必须迅速启动旋波段、多角度、 全球协作的追踪机制, 否则很可能错失关键窗口, 留下一连串未解之谜, 在该研究中, 正是依赖了高精度的光谱学分析、 偏振光检测以及远程望远镜的高分辨率成像技术, 科学家们才能得以揭示那些肉眼不可见的微妙化学线索, 从而识别出三Atlas独特的活动特征。 因此, 未来的天体观测计划将尽可能在这些星际天体刚刚进入太阳系, 尚未被阳光强烈扰动之前, 快速部署这些高端侦测技术, 以获取尽量原始的第一手数据。 尽管有关技术特征、 人工结构等猜测目前仍处于高度推测阶段, 但它们所引发的跨学科思考本身就极具启发性, 促使科学界开始思考技术存在该如何在数据中被定义于识别。 三Atlas这次的表现堪称典范, 它让我们看到自然界本身也有可能在特定条件下, 呈现出与人造物极其相似的特征, 就像是宇宙在用一种高级语言与我们对话, 而我们才刚刚学会拼读字母, 这类看似伟人工的自然信号。 实际上对未来外星技术迹象的识别有着深远意义。 它提醒我们, 科学界在评估陌生数据时必须同时兼具怀疑精神与开放心态, 避免误判或错过潜在突破。 研究人员要在面对异常观测结果时保持高度科学自律, 既不能草率得出结论, 也不能因为不符合常规而贸然丢弃那些可能隐藏真相的线索。 科学进步往往就藏在这些边界地带。 向前看, 三Atlas的研究已经设下多个关键里程碑, 每一项后续成果都有潜力推动整个天体物理领域实现重大突破, 甚至影响我们对宇宙中生命与智能可能性的设想。 接下来即将公布的高分辨率图像将帮助科学家揭示喷流的精气结构和天体表面的反射特征。 这些细节将成为验证多种相互竞争假说的关键证据, 有望解开其成分来源与动力机制的谜团。 与此同时, 来自凯克望远镜、 维博望远镜以及世界多地的地面望远镜正在继续追踪这颗天体的活动。 他们将集中测量涅的排放强度, 观察喷流随着距离太阳远近如何动态变化, 为揭示其内在机制提供长时间轴的数据支撑。 随着维拉鲁冰天文台的投入运行, 我们对星级访客的探测能力将大幅提升。 它每晚拍摄的超大市场图像将为我们捕捉到更多此类罕见天体。 建立起一个可以与San Atlas进行横向比较的星级物体数据库。 一旦这些有关涅铁异常的观测结果通过同行评审并获得科学界广泛认同, 那么我们可能需要对星星形成与重金属分布的理论模型进行重要修订, 从而揭示更多关于恒星系统内部化学构造的新规律。 即使最终所有现象都被自然化学机制所解释, 这依然是一项化时代的科学进展。 它扩展了我们对星级物体化学行为的边界, 让我们对宇宙中可能存在的正常形成路径有了更开放的认识。 无论真相如何归属, San Atlas已然成为天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基准案例。 未来类似天体的研究都将以它为参考栏本。 它是我们认知宇宙奇观旅程中的一块关键里程碑。 San Atlas星级来客不仅拥有违背常理的喷流方向, 异常的金属合金释放, 还展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化学组成。 它的每一项特征都远远超出了人类对彗星的既定印象。 无论未来证明它源于自然器官、外星技术, 还是其他我们尚未理解的宇宙过程。 它已经深刻影响了科学家研究星级物体的方法论。 从观测策略到理论框架, 许多传统做法都被重新检视与升级。 而下一颗星际天体的造访, 可能不仅是揭示San Atlas谜题的钥匙, 它更可能彻底重塑我们对深空物理与化学过程的想象边界, 让我们重新思考宇宙中可能与不可能的真正含义。 感谢您的观看与聆听。 如果这个宇宙故事也激发了您的好奇心, 欢迎订阅频道,分享内容。 我们将持续带来更多深入前出的太空发现, 一起走进宇宙的未知边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